依然阿喜今日外出游玩回家后 却发现手臂内侧皮肤泛红 因没有疼痛和骚痒 便以为只是皮肤过敏 去了皮肤科一趟之后 就领了外用药回家涂抹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那些红印子不仅长出了水泡 阿喜也感到头晕目眩 甚至开始发烧 身边的亲友们 只好赶紧帮他线上问诊 不巧是因周日 加上台风来袭 阿喜无法到医院看诊 他的母亲只好拍下照片 到附近的药局询问 不料药室在看到照片后 就紧张的直呼 阿喜必须马上去急诊 但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还是找不出任何异常 只要打了退哨针 就让他回家 直到日前到大医院看诊后 才确认是带状泡疹 索性没有太严重的症状 让阿喜自嘲自己走了狗食院 但医生嘱咐 他必须在12点之前睡觉 因此现在就靠着休息来调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